直至沈梅庄去世,甄嬛才彻底明白为啥梅姐姐总是去太后身边照顾 在《甄嬛传》中,有个人的心机胜过甄嬛百倍 这个人就是被大家忽略的沈梅庄,她的城府究竟有多深 沈梅庄去世后,甄嬛回忆过去,猛然间惊出一身冷汗 她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沈梅庄从前总是去太后宫里侍奉 除了寻求太后庇护,还有一个隐婚目的 沈梅庄竟然瞒过了所有人 沈梅庄去世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滴血厌亲 温太医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自公 安令荣派人偷偷告诉了即将临盆的沈梅庄 因此让她惊了胎,引发了血崩之症 而此时在她身边的两个人,都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甄嬛,另一个是温太医 甄嬛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孩子是温氏出的 沈梅庄死后,甄嬛在回宫的路上哭道不能自已 这一路上,她回忆的是过去与梅姐姐的种种 然而当她知道真相后,再去思索一些细节 却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从前,沈梅庄总是去太后宫里侍奉 她原本以为沈梅庄只是为了寻个庇护 然而现在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她居然是为了见到温氏出 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你喜欢梅姐姐吗?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点赞并添加关注,让更多人看到 梅庄出进宫时,因其温婉大方 皇上留牌子,封为贵人,成为第一个侍寝的秀女 并被皇上赐予协理六宫之权 遭到华妃陷害被禁足贤月阁 在禁足期间九死一生 而陷害她的华妃不但没有降罪 反而再次获得协理六宫之权 在经历了被贾运,被禁足,得十亿 化妃附虫等一系列事件之后 沈梅庄懂得了一个道理 在后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依靠 此时甄嬛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儿去 妹妹指望不上,梅庄只好另寻她主 太后作为皇上皇后都要敬重的人 在后宫的地位可是不一般 只要能搭上太后这条线 自己和甄嬛的处境就会转逆为顺 这是梅庄亲近太后的第一个原因 甄嬛在甘露寺时 沈梅庄能够频频出宫去看望 这背后也跟太后有关 环环被四大爷的婉婉泪清伤了心 自请出宫修行 为了能出宫去甘露寺看望甄嬛 梅庄也只有去太后宫中 红老太太开心 乖巧懂事又毫无企图的沈梅庄 对于太后来说是最佳陪伴人选 所以一旦沈梅庄有所求 太后自然是没法拒绝的 于是就有了寺那俩姐妹的深情相见 并且为甄嬛带去了甄妇在宁谷塔并威的消息 若不是梅庄尽心尽力事后太后 哪里会有梅庄去甘露寺的机会 这个也是梅庄亲近太后的另一个原因了 但梅庄真正的用心却不在于此 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倘若只是怕被其他嫔妃极度陷害 只要安守本分不争宠就可以了 比如像端妃一样称病不出 也能够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但梅庄不是出于这种目的才来的 沈梅庄亲近太后的第三个原因 也是让甄嬛最为震惊的一个原因 口头说是陪伴太后而为 实则是为了一个男人 没错就是温时初 她是为了接近接近温时初 成全自己的爱 自从温时初治好了梅庄得实意后 梅庄就开始对温时初暗生情愫 日思夜想 但她毕竟是天子宫廷 没有正当理由 是不能无缘无故跟温时初见面的 于是她就想到了一招曲线救国 抵视的温时初已经是太医院之首 因为医术精湛 被皇帝指派给太后 专门负责调理太后的身体 所以温时初几乎每日 都来为太后把平安卖 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于是就给了梅庄可乘之机 梅庄借口过来侍奉太后 就是为了每日在此等候温时初 温时初轻悟甄嬛却爱而不得 沈梅庄又是失忆之人 温时初逐渐把沈梅庄 当作甄嬛一般来照料 而沈梅庄却对温时初暗生情愫 温时初年纪轻轻 便在太医院展露头角 为人谦和之礼 他们偶尔谈诗词 抬眼前境遇 却绝不谈风月 只有在无人在意的角落 他们视线相对 互相一笑 便是这两人的全部了 沈梅庄曾经对甄嬛说 你得宠我高兴 但是当他看见温时初 为了甄嬛失魂落魄时 他却难得的愤怒 对温时初说 锦上天花无人计 雪中送炭情一身 甄嬛重新复仇 又是皇帝心肩肩上的人 可温时初一颗心多年 都系在甄嬛身上 沈梅庄是又气又怨 他这句话虽然是对温时初说的 可言之他不是在提醒自己呢 他是这样一个隐忍的性子 却无法隐忍自己 对温时初的感情 沈梅庄知道温时初 喜欢的是自己的好姐妹甄嬛 知道温时初对自己照顾有加 也是因为甄嬛 但是沈梅庄并没有因此恨上甄嬛 他一直是个民事里的人 知道感情的事不能强求 所以他只要在太后宫里 能看上一眼自己的心上人就可以了 太后在宫中多年 阅人无数 老谋深算 梅庄竟敢在他眼皮底下搞小动作 却不被太后察觉 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梅庄的行为简直如同虎口拔牙 火中取栗 沈梅庄来伺候太后 难道太后不懂她是为了什么吗 太后心里都透亮的 但她也是真心的喜欢沈梅庄 才依着她来讨宠卖交 太后初见沈梅庄 问她读了什么书 沈梅庄回答的女则 女训 正中太后的下怀 太后不喜欢太聪明的女人 比如说甄嬛 太后嫌她独宠不知进退 太后也不怕骄纵诚性的华妃 她即使在闹腾也是个没脑子的女人 对于沈梅庄的友谊亲近 太后也愿意接受 并且看梅庄与皇帝的情分疏远 也真心的想替梅庄考虑 多次提点沈梅庄要多将心思放在皇帝身上 并赏赐她暖情酒 整个甄嬛传礼的后宫女子 除了皇后乌拉娜拉氏是她的侄女 太后真正喜欢和关爱的嫔妃只有沈梅庄 希望她能在宫里保住地位 有个依靠和善终 只可惜沈梅庄正如她所欣赏的菊花一样 宁肯枝头抱相思 不曾吹落北风中 外表温暖的她比任何人都倔强 当初冷言冷语的将皇帝赶走 而今抱着暖情酒 也不愿意去假意逢饮内的让她心死的皇上 恰好温时初的到来 才安慰了她寂寞受伤的心 正如沈梅庄不知甄嬛宫外出轨果郡王一样 甄嬛其实也不知道沈梅庄与温时初两人的私情 当初为求自保 沈梅庄经常在太后身边伺候 宫里的其他妃嫔明白沈梅庄不会再与他们争宠 也没有人再去监视沈梅庄的一举一动 再加上甄嬛怀着双生子回宫 一时间吸引了宫里所有的注意力 而沈梅庄在岁月轩这样天地的角落里 自然也就没有谁会留意到沈梅庄那晚与温时初的事情 而皇帝心中一直对沈梅庄心存愧疚 当沈梅庄向皇帝表示和解的时候 皇帝自然是喜出望外 这一切巧合都让沈梅庄怀孕的事情都显得顺理成章 皇帝也根本就没想过沈梅庄胆敢背叹自己 从最初的保全自身 再到最后保全腹中的孩子 不得不说 沈梅庄一直都打得一手好算盘 甚至就连太后也成了她手中利用的棋子 沈梅庄一直都将这些秘密保护得很好 直到临终之前 甄嬛才得知了静和公主的身世 沈梅庄和温太医的私生女 甄嬛只知道沈梅庄老是去太后宫里侍奉 却不知她是几时和温时初搭上了关系 难产的时候 温太医来了 梅庄看着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却觉得自己没有上妆 不敢面对 这个时候的她吃得可爱 甄嬛说 姐姐 你糊涂啊 她糊涂吗 她最后终于没有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心 却为了哄骗的那一杯酒不能释怀 华 这些年只有石初和你 对我是真心的好 可是石初她心里有你 所以她对我好 也是因为你 石初 我想问你一句 这些年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真心 有没有过一点点 罢了 我情愿你不说 也不要你因为可怜我快死了而骗我 沈梅庄终究是沈梅庄 她宁愿自我欺骗 也不愿看到对方的欺骗 温太医说 那一杯酒不能使她迷失 到了最后温太医才发现 自己是喜欢她的呀 温时初作为宫中资历叫声的太医 难道当夜品不出那杯暖情酒有问题吗 恐怕是知道了 却也愿意借这个机会放纵自己 只是两人相遇太晚 相爱太晚 最后也没能携手相伴 一个早早离世 一个却要拖着残破的身子了却此生 回望沈梅庄的一生 就如同那句诗 应可枝头抱相死 不曾吹落北风中 她这一生 终归是至本节来还节去 即便遭遇风霜吹打 却仍不改其高节本质 皇帝辜负她 她便再也不奢望帝王之爱 爱上不该爱的人 她隐忍不发 温柔却有傲骨 若非是那杯酒 她这辈子 兴许都会好好地埋藏自己的感情 可惜造化弄人 应途多传 沈梅庄和温时初这对有情人 终于还是天人永格 沈梅庄死后 甄嬛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的好姐妹沈梅庄 为何要经常往太后宫中跑了 原来她早就喜欢上了温时初 往太后宫中跑 只是为了经常见到温时初 梅庄的爱隐藏得太深了 以至于梅庄死后甄嬛才明白 我是你的老朋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就请点个赞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